今天咱们八大堂主 及两位副堂主都到齐了 各位兄弟 明天下午 咱们天地会 要干出一件惊天动地 千古流明的大事 总多主 刘公公那边 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刘公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 他只要把咱们带到御膳房 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以他大内总管的身份 应该不是问题 咱们得手出宫以后 朝廷官兵会穷追不舍 咱们该如何脱身 诸位兄弟 周围都看一下 天地会几百人 都已经到齐了 咱们得手以后 就立刻出宫 迅速地冲出城门 只要是出了城门 咱们就算脱身了 出了城门 咱们就往这儿跑 总多主已经安排了几百个弟兄在这儿 咱们会截住追赶的官兵 并且负责接应我们 然后大家一起跑进山林 进了大山 那就是蒙虎归林 蛟龙入海 咱们就在这里 就可以听整个清廷 被他们的皇太后哭散吧 公公 公公 召集奴才们有何吩咐啊 城棍啊 公公 给御膳房送佐料的车 就要进宫了 你到宫外去接一下 喳 刘公公 平时接待御膳房的料车 不是王公公吗 怎么今儿 本公公想换换人手 以后御膳房接佐料的事情 就交给城棍了 怎么 你想要这差事 这差事也没什么油刷 公公 您是大内总管 奴才们听从公公的调遣安排 公公记着奴才的孝心 什么时候也给奴才安排个 有油水的差事 奴才会感恩公公一辈子的 得 好好干 忠心孝敬 以后有你的好 谢谢公公 好了 你们都各司其职去吧 折 折 快到了 消息一下 站住 好 兵爷 是我呀 我是给御膳房送佐料的王全寿啊 你是没错 可是这几个伙计 怎么一个个都是生面孔啊 说起来真倒霉 左儿啊 我过生辰 请店里的伙计喝酒 这没成想 有一道菜里出了问题 大伙都闹肚子啊 那拉的是一塌糊涂啊 这给公里送佐料 不敢耽误 没辙 我只好到朋友那儿 临时借了几个伙计 这不赶着送货来了吗 都闹肚子了 那你怎么没事啊 我哪能没事啊 我也有事 可我不来行吗 就这路上 我还拉了两回呢 又来了 看来这王老板 确实是在扭肚子 你看他能看出镜 可是 一下子来了九个生面孔 我哭了 我哭了 不得天赌 妻子已无功无酒 一杯春秋也无望 双无醉芙蓉早晚 复香风 姐姐 皇上来了 皇上 皇上不是忙着处理朝政吗 怎么突然过来了 今天朕较清闲 所以就过来看看 正好听见你台义江南 朕真是好耳术 皇上快坐吧 怎么回事啊 为何不让他们进去啊 是李公公啊 怎么 今儿由您负责借车 没错 刘公公让我以后负责这事了 我在里边等着 看见你拦着他们不让进去 便出来问问 是这样 送足料的王老板 带了几个生面孔的伙计 我这儿正查着他 生面孔 闹肚子 都是闹肚子 我跟兵爷已经说过了 那就赶紧让他们进去吧 在宫门口挡着路 这叫什么事啊 好吧 那李公公你等一会儿 我得一个一个地查 查完一个放一个 来人呢 在 给我仔细地查一下 这几个伙计身上 有没有唯利的东西 扯 好 好 宫爷 来 来 快 站好了 走了 倒过去 来 弄去 冰爷 真的什么都没有 把手抬起来 宫爷 回来 宫爷 回来这边 走了 那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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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这几人身上 没有做到 唯利的物件 兄弟 那这几辆车 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把车上所有的物品 都给我查一下 慢着 你干什么 想替我验货吗 李公公 今天的事特别 我得查仔细一点 看看这车上 有没有什么刀剑武器 给我查 驾 桃儿 这里面全是辣椒酱 真太娘的辣 你说话小心点 什么叫真太娘的辣呀 这些可都是给万岁爷 和太后娘娘 做御膳用的佐料 你这话 本公公要是告发上去 小心你脑袋搬家 李公公 属下都是在执行公务 您就别抓小鞭子了吧 继续查 皇上 姐姐 皇上 怎么今天 看英格尔这脸色 有点不太对劲啊 怎么 英格尔有事不高兴啊 是啊 英大人今天好严肃啊 看到本寇寇 连个笑脸都没有 啊 嘿嘿嘿 娘娘 寇寇 奴在哪儿能 又哪儿敢不高兴啊 听英格尔说这话 还酸溜溜的 怎么 被皇上训斥了 嗯 这哪儿敢训英童谣 实话跟你说吧 英格尔怀疑刘光才有问题 就派人暗中监视他 这不 被刘光才给识破了 郁闷着呢 英格尔 你怎么怀疑刘光才有问题啊 而且 还派人暗中监视他 哎呀 娘娘您是不知道 能在监视刘光才 那是犯了皇上的旨意 谁知道 皇上后来又变卦 还炫了奴才一顿 哎 英格 你可真行 你竟然怀疑刘公公 你该不会怀疑本寇寇 也在暗地里调查我吧 你还是皇上的侍卫统领呢 行了 小寇子 你就知道性祸乐灾 失落井下 两个成语连续用错 不过这意思倒是都对了 你啊 真是奇才 刘公公 陈贵啊 奴才在 怎么等了这么久 获宴好了吗 回公公的话 这个黄侍卫正在帮咱们宴呢 黄侍卫 货验好了吗 验好了 验好了 验好了就好 这几日正在筹备太后娘娘的万寿庆典 人手不够 御膳房也抽不出人来 让他们进去吧 车 国陈贵们 把车送到御膳房去 走啦走啦 走啦 小婉 朕想听你继续弹唱一江南 好啊 那臣妾遵旨 不是让你奉旨 朕是想请你弹唱一曲 朕现在啊 特别怀念江南 好 既然皇上想听 那臣妾从头给皇上唱 好 朕朕 走 刘公公 请带我 跟我来 走 这些是什么人 竟敢拿着刀剑 那不是大内总管刘公公 奇怪 他带着这些人来干什么 不好 他们要厮杀皇上 快 你去禀报鹰统领 喳 跟我来 我就跟你说了 快 快快快 什么事啊这是 刘公公叫他走多主 那一定是天地会的陈浸南 是天地会进宫了 他们不会 不会是去杀皇上吧 杀皇 皇上 走 走走走 刘公公 这什么人呢 董祖主 一切顺利 我们进刺宁宫了 好 王太后 正在前面的院子里喝茶的 再往前走 就是院子 太好了 如今 就算是援军得报赶来 也救不了狗太后的命 快 走 慈宁宫 他们是要刺杀太后 快 齐毙八度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什么 你们在这儿守着 走 走 走 啊 你 快 走 走 来 总统主 咱们一个人都没有啊 刘公公 糟了 咱们伤到了 撤 往上 帽 长口 恐怕 hamburg 你 哦 其实 军军统领带重兵包围了死定宫 这帮狗贼插尺难逃 盈格 奴才在 看来朕真的是错 如果你想杀刘光彩 现在就去 把刀在 多担心侍卫守卫皇上 盈格 还是皇上的安全要紧 那帮狗贼 交给被职处理就行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 要去赶紧去 朕还要在这里 听小婉给朕扶起 这 皇上 你们都不必惊慌 这其实是朕 跟皇额娘故意设的一个局 为的就是又使陈靖南 和他的天地会堂主们进攻行刺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看来 危害大清的天地会 终于要全部灭了 原来 刘公公是奉旨打入天地会的 奴才 真是愚蠢 八达 你现在带着侍卫 可以去帮敖拜和刘光彩 消灭天地会 喳 怎么办 你要这样 你担心 你用删法 你用删法 一下 你用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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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用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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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世痴心妄想 自不量力 刘光才 兴许我们杀不了太后 但是你有五十几口家族亲人 他们会死得很惨 你也够狠 拿自己几十口家人的性命 不当回事 宋堂主 为了这几十口的家人 你们整整钳制了我三年呐 我刘孟仁三年前回老家探亲 就被你们要挟了 没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了 我也希望我的族人 能够平安无事 可是 你们想伤害万岁爷 伤害太后娘娘 我 我真的顾不上了 刘公公真是了不起 她又不会武功 单身一人同虎狼打交道 这要稍有不善 便有杀身之祸呀 燕格 你还别不信 刘光才的武功 比你高 刘公公比我还厉害 朕也是刚知道的 皇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朕 今日朕算明白了 今日朕算明白了 当初咱们下江南 皇娘为什么这么痛快 答应让朕带这么少的人去 那是因为有刘光才 这个特殊的身份 因为有刘光才 他身藏不露的高深武功 在关键的时候 一定会保护朕 看来 你对你的主子 朕是万分的忠诚 万分的臣服 刘光才 你真是一条好狗 一条熟点忘足的好狗 今天 你骂我什么都行 我不还嘴 你们 口口声声要反清复明 听起来是多么的冠冕堂皇啊 可那只是 你们自己满足私欲的一个借口 大清的江山 尽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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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 难道你就不能从他身上悟出些道理吗 本多处悟出的道理 那就是人和狗没有共同的语言 就是千万不可相信一个高太监 陈浸难 如今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你 只要你答应 放过刘光才的几十口族人 不再同我大清为敌 哀家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不耳机不慕不态 不耳机不慕不态 本多处知道 你手段老辣 你的阴仙狡诈 可是没想到 你还会如此的天真 陈浸难 皇太后心慈手软 为了刘公公的家人 破例恩赐饶过你一命 难道今天你还想逃了不成 我告诉你 你们要是能够逃出去一个人 我敖 就枉为天下第一大将军 放下刀剑 我们还可以坐下来谈谈 不耳机 本多主既然亲率八大堂主来了 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宫 今天既然要不了你的狗命 那么本多主就把命留在这儿了 兄弟们 上 快 刘公才 没想到你这个走狗 居然是个武功高手 你藏得可够深哪 宋堂主 论武功 不是本公公的对手 看在你妹妹的份上 不让你进宫 你就是不听 今日之事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看在你妹妹的份上 你投降吧 狗贼休息 你将天地会害得这么惨 也就是死 也要拉你做个垫背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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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走 皇上 咱们要不要去慈宁宫观战 朕跟皇后娘商量过了 决定不去影响傲拜 和刘光才剿灭天地会 那皇上现在没危险 那奴才能不能 想去抢宫吧 恐怕你还没到 傲拜跟刘光才 已经把宫抢完了吧 皇上 奴才不是想抢宫 奴才在江南的时候 跟陈靖南过过招 奴才知道他有些本事 奴才是手痒痒了 皇上 您就放奴才过去玩玩呗 好吧 奴才多谢皇上 刘公公公 刘公公 刘公公 这个江南见过的熟朋友 交给我了 你这条走狗 爷爷正想杀了你 刘公公公 你不能杀他 刘公公 我可不是跟你抢宫 宁阁 我不知道 他是狗狗的哥哥 什么事啊 各位大人 天地会贼手陈靖南 率人进宫 行刺皇太后 娘娘怎么样 卑职是皇太后身边的侍卫 奉太后娘娘旨意 来告知各位大人 让陈靖南进宫 是歼灭陈靖南的圈套 请各位大人放心 为保证各位大人的安全 请各位大人 暂时不要不出宫房 天地会的毛贼 都杀光了吗 毛大人和宫中禁卫统领 正率人在慈宁宫花园 与毛贼打斗 尚未结束 本王要去三战 剑青王 这个可不行 本王要杀了陈靖南 以报构陷之恨 给我让开 剑青王 剑青王 你就是陈靖南 剑青王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说啊 他是我的 你不能插手 曹大人放心 本王不与你争功 本王就想请他吃上一件 以报构陷之恨 便让于你 恶狗嫉妒 你私奉天地会 你们皇上没要你的命 你的命还真硬啊 哪儿那么多废话 你还真硬啊 走 好 好 姐姐 我也想去观镇 我还没有看过英格尔杀敌呢 英格尔会见杀敌的样子 肯定威武极了 寇寇 别胡闹 那边是很危险的 这又不是打架看热闹 皇上 您给寇寇说说话吗 寇寇要是走了 您跟姐姐啊 还能说说肉麻提起话呀 是吧 你这个鬼丫头 你这是在为难朕 朕才不帮你说话 你要去啊 就问你主子 你主子同意了 朕就同意 姐姐 你若同意呢 朕就派几个侍卫跟着她 不会有危险的 那皇上都这么说了 行 你去吧 可是 你一定要小心点 千万注意安全 别伤着自己啊 姐姐放心 谢谢皇上 谢谢姐姐 好 哦 我 知道 是 没有 诶 陈秦王 你的仇已经报了 你可以走了 陈建南归我了 好 本王看敖大人取贼手的性命 陈建南 我要给你单打独斗 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将陈秦王 你这是干什么 陶大人 此人武功高强 本王再助你们见 本王的仇已经报完了 你这个 一陷卑鄙的小人 不得无礼 这是寇寇小姐 鹰统领的新上人 他想进去观看鹰统领杀敌 皇上同意的 让他进去 喳 让开 先进 刘公公 他已受伤 莫杀的性命 我不想杀他 可是他不祥啊 宋传 宋堂主 我和你妹妹感情至深 咱们今后是一家人的 我们一直在找你 寇寇告诉过我 他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 他对你的感情很深 只要你肯投降 我一定向皇上求情 保证不伤你性命 我没想到 我妹妹居然爱上你这个走狗 如我家门 我今天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 我也要杀了你这个走狗 银杀儿 你赶紧退下 宋传不能死在你手里 要不然你跟寇寇就完了 刘公公 活捉他 别生的性命 嗯 想活捉爷爷 做梦去吧 朕估计啊 这寇寇看了英格尔出战时的事 他一定会急着嫁给英格尔的 皇上 你说 寇寇和英格尔感情那么好 也到了成亲的年纪 不如 皇上给他们止婚吧 好啊 朕正有此意啊 那这样 朕来做止婚人 你来给他们做 成亲里的 正婚人如何 皇上这个主意好 她就走了 英格尔 英格尔 寇寇 寇寇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观站的 快把他带走 寇寇 你 这里太危险了 你先回去好不好 啊 哥 哥 口口 口口 哥 你怎么会在这 哥 宋船 你妹妹来了 快把都放下吧 应该是求你了 哥 你怎么会是天定会的人 你不是一直在做生意吗 口口 可一生就做一批大买卖 也就是为了反清复明 口口 我不是死于 宋船 你一定要在你妹妹心目中 留下仇恨的种子吧 让她一辈子不得安生嘛 你把刀放下 你给我猜 你再敢进一步 宋船 哥 宋船 你不必如此 万岁爷跟太后娘娘 是非常仁慈的 根据你的情形 他们会饶你一命的 天定会好汉 即是太生怕死之辈 哥 快把他放下 快放下 哥哥 哥哥没能照顾好你 让你受委屈了 记住哥哥的话 好好活下去 宋船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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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好大人 这德飞的侍女 竟然是天地会堂主的亲妹 你看到了 也听到了吗 真是没有想到啊 天地会堂主的妹妹 竟然已经打入了皇宫 董小婉身上又有何秘密 我们义争会议 是不是该查个水落石出呢 该查 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那这里都是你熬大人的人 请下令抓人吧 来啊 把这人给我带走 我看谁敢动口口 THANK 阿出 我必须如何 敌手 公子 都来 小婉 尼民 你已有毒 但他们就来 海山 尼人 也有毒 肯定 那儿 死了 我会把寇寇交给皇上 由皇上彻查 兵格儿 此事不必禀报皇上 待我们议政会议彻查之后 我一定会向皇上和太后娘娘禀报的 来啊 把人给我带走 谁敢抓寇寇 兵格儿 你这是循私王法 你想让宫中的侍卫争斗流血吗 要知道这犯的可是死罪 兵格儿 你千万不要跟他们抵抗 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 寇寇没事 你赶快禀报万岁爷 好 寇寇你可以带走 但是你不准得寇寇用刑 这个你放心 寇寇的身份比较特殊 如果用刑的话 必须有皇上的旨意 来啊 把人给我带走 撤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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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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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小可 哥哥 对他哥哥是天地会的堂主 一无所知 奴才也没有想到 寇口去看热闹 竟然碰上了宋传 寇口是无辜的 他再无辜 其兄是天地会的堂主 他又身在皇宫 能洗脱嫌疑吗 这 如今 他被议政会议抓到 是件麻烦事 是是是 奴才糊涂 奴才该向太后娘娘禀报 但奴才 怕给太后娘娘添麻烦 你怕给哀家添麻烦 此话怎讲 太后娘娘 这收网 消灭天地会贼手是大事 太后娘娘跟万岁爷 一定是通过气的 得非跟寇口亲如姐妹 万岁爷也对寇口 无比的厚爱 奴才侠 万岁爷要是知道寇口 有一个天地会的哥哥 定会给得非娘那个面子 放过宋传 这样 就会节外生枝 影响了太后娘娘的 灭贼大忌 你倒想得很仔细 可如今出了这个意外 一阵会议 定会拿这件事 大做文章 什么 你说寇口他哥哥 既是天地会的人 奴才请皇上下旨 赶紧放了寇口吧 奴才真怕他们的寇口用刑啊 没有朕的质疑 和皇额娘的质疑 他们是不敢用刑的 但颜格尔你要知道 寇口这件事情 朕不能马上下旨放了的 因为 朕必须要让义政会议 审出一个结果才行 明白 只要他们不对寇口用刑就好 皇上 寇口之前 绝对不知道他哥哥 就是天地会的人 我们一直都以为 宋传只是个生意人 再说 寇口进宫以后 就再也没见过他哥哥 朕也不相信 寇口知情 但现在义政会议知道了 义政会议不会相信的 而且义政会议一定会拿此事 大做文章 是啊 皇上 义政会议肯定会拿此事 做文章的 他们肯定会重启飞飞的事情 是啊 看来义政会议抓寇口 是罪翁之意 不再久了 刘光彩 义政会议定会问你 你是如何进入天地会的 也定会问你 寇口是否真不知道 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 皇帝也一定会问你的 你是这件事唯一的证人 你如何回答问题 将会决定 德飞的命运 太后娘娘是说 寇口的事 会牵涉到德飞娘娘 这还用说吗 寇口的哥哥 是天地会的重要堂主 那显而易见 寇口很有可能是他哥哥安排 才进宫来的 之前柳二云瞒着你 用解药让董小婉怀了孕 那件事只是柳二云干的吗 若有寇口的参与 那调包之事便一如反掌 董小婉的妹妹是天地会的人 那董小婉又是何人 董小婉进宫 是否早就存有祸心 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叫奴才 在万岁爷面前 一阵会议面前 做假征 说假话 刘光彩 若关键时刻一句假话 能将我大清一个重大祸患去除